花莲市公所的市民走廊1月开始 换上最新的摄影展 展出摄影师林雷恩 36幅新生儿阶段最纯真的模样 每一幅作品都让人相当的感动 11号上午举办了开幕仪式 市长魏嘉贤以及世代会副主席李政伟等人 都到场来参与 而其中两位主角宝宝的母亲也前来参加 一幅幅瞬间捕捉宝宝天真可爱的照片 都是出自于摄影师林雷恩之手 林雷恩表示从2017年开始接触新生儿摄影 到现在已经拍摄超过了200位的宝宝 这一次精心挑选出36幅作品进行展出 有扮成小技工以及铜卵三胞胎 各种卡哇伊的装扮相当的吸睛 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喜欢小孩的人 所以在投入这一行之后 就觉得好像找到一个新的天地 在宝宝的拍摄当中 我们可以体会到宝宝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纯真可爱 然后每一个宝宝都有每一个宝宝不同的特征 那我们就是把宝宝在妈妈肚子里面的那种最原始的 在妈妈肚子里面的那种感觉把它拍摄出来 那这也是这个新生儿摄影当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原始的初衷 就是我们要呈现新生儿在妈妈肚子里面那种温暖的感觉 所以在我们拍摄的宝宝的过程当中 宝宝都非常的舒服 然后也非常的安稳地睡在我们的怀里 然后我们把它用这个包巾 很有弹性的包巾 还有一些摆设把它布置起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留下很多有趣的画面 市长魏家贤对于能够再次邀请到这位多才多艺的摄影师林雷恩 到市民走廊展出新生儿的摄影作品 希望能够让前来恰功的市民朋友 再次重新感受到新生的纯真和感动 因为我们的出生率在现在的整体越来越低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每一个宝宝都有它非常可爱 非常寻生的那一面 那也谢谢恰仁把这些孩子都拍得非常非常好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透过各种不同的形式 来让国安危机慢慢慢慢地减少 那幼儿的出生才能够让我们支撑说 我们的金字塔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 让我们一个孩子快乐地成长也是我们的责任 那再次要谢谢我们很多的湘新朋友 很努力地生勇敢地生 那也希望大家年轻朋友结婚之后 也真的要生孩子 那这样才能够让我们新生人待 持续不断远远而出 绽放新生新生儿摄影展 展期到3月31号 欢迎大家前来施工所的市民走廊 一探林雷恩用摄影镜头 记录纯真生命带给大家的感动 记者刘明胜花人士报导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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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주세요 感谢观看